詞曲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陣列 陣列這個概念是最基礎的資料結構 所謂資料結構就是說 我們的一些變數 他們彼此之間有一定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使用一些回圈 來設定這些資料結構裡面內容的值 或者進行某些運算 所以這個陣列是一個很重要的開策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個陣列這一章有十節 但是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大概只會介紹第一節到第七節 然後這裡我們的第八節跟第九節 不是很多同學都用得上的 所以我們把第八節第九節略掉 然後上第十節這個for each 去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陣列的觀念 最基本的這個陣列是這個義偉的陣列 那麼義偉的陣列的概念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概念 好 這樣的一個scenario 假定我們現在有某一種這個計算 它需要把開頭的一些值數都存起來以便應用 那麼於是假如以這個前五個 這個值數來說的話 那麼它需要儲存的內容就是2、3、5、7、11等等 好 因此如果說我們使用之前所介紹的 c-sharp語言來寫程式的話 我們可能需要寫1、2、3、4、5 5個敘述來設定p1等於2、p2等於3、p3等於5、p4等於7、p5等於11等等 好 那因此呢 這個如果說這個我們需要這個取得 例如說第三個值數是多少 或者第四個值數是多少等等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去檢查所有的這個東西 然後去檢查說到第幾個時候它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裡的1、2、3、4、5 完全對於我們找出第幾個值數來講沒有用處 雖然理論上我們加了這個1、2、3、4、5以後 應該我們看就知道這是第三個值數、第四個值數對不對 好 但是計算機不懂 因為你這裡的1、2、3、4、5 在它看來只是這個變數名稱的一部分而已 因此你沒有辦法從這個變數名稱裡面去取得它的這個index 也就是說它是第幾個這個概念 沒有辦法從這個簡單的這個變數名稱去看出來 所以我們的這個c效其實也就是從c以後 那我們其實這個4trum裡面就有這個陣列了 不過我們現在使用的這些符號是從c語言裡面繼承下來的 好 那因此這一個我們在這個c效語言裡面 那我們就設定說 這個我們可以把這一個這五個這個值數 我們把它依照這個順序把它存起來 然後我們把這個儲存的位置就設定成是1、2、3、4 那這個我們就把它叫做這個所以index 那因此這個我們可以從這裡很容易就可以比較這些index 或者是這個參照這個index 你立刻就可以取出這個你所要的這個值數 它第幾個值數就可以很容易抓出來 那因此這個也就是說 我們把這些這個值數我們把它依照順序排列儲存以後 那麼當我們有需求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index這裡的這個處理 來取得這一些有依照一定順序儲存的這些內容 所以例如說我們想寫一個把0到4的這一些 這一個第一個到第五個的這個值數都寫出來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只要寫一個4 4i等於1到4 然後把這個i-1 這個index所對應的p把它取出來 你就可以很順利的寫出這個前五個這個值數的內容 2、3、5、7、11 這樣就可以寫出來 那你要注意的是說 這個c-sharp裡頭它的這個正列 那個index的開頭一定是0 所以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 一定要是0 那這個 所以它結束的時候 是這個你的總正列的元素個數-1 所以這裡一共五個元素 所以它的這個最大的index就是4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以下 好 那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麼在計算機裡面 它是如何處理這一些正列的 這一些素質呢 好 我們記得在這個第二章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過 這個計算機程式執行的時候 它的這個記憶系統可以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由我們的這個程式 可以直接控制的 這個叫做stack 另外一種是由計算機的作業系統控制 那麼程式需要的時候 再去向作業系統要求分配 這一些不再有用的 這個記憶區域還給這個作業系統 好 那因此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政列 那雖然說 這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你在這個一開始的時候 得告訴這個電腦說 你需要多大的一個空間 來存放這一些記憶的內容 所以以剛才的這個直數的整數的儲存來說的話 那麼當你需要這個 一開始希望這個計算機 可以提供這樣一個記憶空間的時候 那麼它這個 我們設定這個P 它是一個整數的這個正列 那這個正列一開始裡面只有五個整數 所以就是int5 好 那各位看 這裡有一個新的關鍵字出現 叫做NEW 那麼在我們的C-SHOP裡面 你一看到這個NEW的話 就知道說這裡是這個程式碼希望作業系統 在HeapSpace裡面 提供五個整數的變數空間區域 來給我們的這個P這個矩陣 好 那因此我們在這個HeapSpace這邊 就有了P0到P4這樣儲存的這個內容 同時這個P0這個地方的地址 就會傳到StackSpace裡面的P那個地方存起來 那因此這個時候它是一個參考的形別 那這個P會利用它所儲存的這個參考 然後連結到這個HeapSpace裡面 所儲存的這個五個整數的這個空間 來放這一些這個直數 所以我們以剛才的這個五個直數的這個概念的話 那它的程式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首先我們設定一個這個整數的常數 N它等於5 然後我們設定P它是要求產生一個 這個這個integer的陣列 所以它希望作業系統提供N個integer的空間 你可以看到有這個new 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空間的reference 傳到這個P的這個Stack那邊的變數空間去 那這樣子的話 接下來當你寫一個P0等於2的時候 那它就會從這個P這個reference去直接指到P0這裡 然後找到這個裡面的值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讓它的值等於2 所以等於是把2放進去這一塊空間裡面 好 所以依照同樣的道理 那麼這一個就是把3放到P裡面的第二個位置 那5是放在第三個位置 11是放到最後一個位置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當你這些擺好以後 那麼我們就可以對這些index來進行處理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把5個這個值數都寫出來的話 那我們只需要寫這樣的一個簡單的for loop 然後讓這個控制變數i從0到小於n的範圍內 那我們可以一個一個的把這個裡面的內容都寫出來 好 那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 所謂的這個譯為的這個政列 它其實就是要使用一個這個連串 這個排列的這個空間來應用 好 那在這一種這個政列的這個應用裡面 最常常碰到的這個麻煩 就是你在執行的程式的時候 他告訴你說 所以在政列的界限以外 什麼意思呢 例如在這個地方for loop這裡 如果我們這個地方不是寫i小於n 而是i小於等於n的話 你可以想見這個for loop它最後一次執行的時候 i是多少 i就是n對不對 那n現在是多少是5對不對 所以他就用到一個i等於5 那i等於5以後 這裡就是你要去抓這個p5這個位置的東西 可是你在前面這裡 我們所分配的空間裡頭 它會依照你的這個開頭這裡的位置 還有你的index這兩個東西 它會計算出來說 你的所要的pi那個位置 它的內容是多少 但在這個地方 我們寫p5的時候 它會發現說你所要的是這一塊空間 可是這一塊空間 是你原先宣告這個p的時候 所沒有要求的 那麼因此在這個時候 這個電腦就會通知你 你發生了這個所以在正列界線外的 這一種exception 或者說是錯誤例外的情況 好 那這種情形 因為你的程式是在compile階段 建置階段的話 是不會去檢查這個事情的 那麼因此這一個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說有沒有問題 因為程式run完 那個建置以後是成功的建置的 那只有當你執行程式的時候 才會發生問題 那發生問題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有這樣的一個警告 所以在正列界線之外 那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 那麼你就要注意看 這個你到底是什麼地方沒有注意 這裡一定是 通常我們上一節才講的 這個off by y 或者是 boundary value 的這個 L 那因此就是要去檢查 這個 i 是 0 的時候 還有這個地方 它是不是有超過你所宣告的這個範圍 好 那因此 這個仔細的讀程式碼是一種辦法 那或者是使用 debugged observe 就是你認為這裡應該是多少 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怎麼會錯 所以你就寫一個 debugged observe 進去 然後再跑 跑的時候如果又跑出這個問題來 那你就知道是有什麼地方有問題 好 那當然出了錯以後 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用偵錯器去追蹤 這個 index i 的這個變化過程 那但是這個如果你的這個問題 是發生在這一個很後面的這個 index 的話 那其實是有一點麻煩 好 那另外還有一種方法 是你自己去把這一些毛病給抓出來 所以這個你可以使用 try catch 的這個概念 那這一種 exception 的概念 我們大概要等到第十三章 才會跟各位說明 不過在這裡我只是簡單的寫一下 你就可以曉得它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把我們所要檢查的這個程式碼 前後加上一個 try 加上一個 try 的這個大瓜糊 那程式在執行的時候 它會執行這個 try 裡面的這個 nail 那在執行這一段內容裡面 任何地方發生問題的時候 它都會丟出一個 exception 所以在 try 的底下 它會接住一個這個 exception 如果它正常結束的話 就不會拋出 exception 所以這一段就不會 就直接把它掠掉 好 可是這個地方 你看 i 等於 n 對不對 所以當 i 等於 n 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 exception 那麼這個 exception的話 我們就利用這個 catch 把它抓到 那抓到以後 我們就把它這個 exception 的內容 這個寫出來 讓我們看看到底是發生了什麼錯誤 所以這個是我們自己去抓 這個 exception 的時候的這個方法 這個結果其實跟你讓程式自己跑的一樣 因為這個系統在跑的時候 它內部就會執行一個 try catch 的 這樣一個工作 所以你看到的警訊 就是這個 exception 裡面 這個警告的這個 nail 跟你這樣寫得到的這個警告的訊息 是差不多的 好 所以這個是這一個正列的宣告 所以當你宣告這個正列使用這個 new 的時候 那麼就是它會在這個 heap space 這裡 然後產生你所需要的這個變數的記憶空間 好 那可是我們看到剛才 我們為了要把這個 p 的內容 設定為這個前五個直數 2 3 5 7 11 的時候 那我們需要用 p 0 等於 2 p 1 等於 3 p 2 等於 5 等等 這樣一個人寫下來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還蠻這個不經濟的 那因此這個有另外兩種這個寫法 那麼可以讓你在宣告這個正列的時候 同時也把它的內容給設定進去 那因此以剛才的 2 3 5 7 11 為例的話 那麼你可以這樣寫 你就宣告一個正列 整數正列 p 那它是要到這一個 heap space 裡面 new 一個五個整數的空間 然後在這五個整數的空間裡面 填入 2 3 5 7 跟 11 這是一個辦法 那另外一個辦法就是 我乾脆省掉這一些 new int 5 這個東西 我直接使用這個大瓜糊把這一個正列的內容寫進去 那麼這樣一來 這個計算機 它自動會依照你後面所列的這些數字 然後決定弄一個多大的空間給你 然後擺進去這一些內容 好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種做法 好 那不管你採用哪一種做法 那像剛才那個用這個小於等於 n 的這一種方式 來這個寫的時候 那這個 你這個 n 跟這個正列的 這一個個數這個東西呢 這一個要在前面看到這個東西 你才知道這個 n 就代表的是正列的大小 那麼因此呢 這一個在這個 C 下它很特別 在以前的一些這個程式語言 那個正列的大小跟這個正列裡面所儲存的內容 是分開的 那麼因此呢 這一個你要的這個去記得說 這個正列它的這個大小是哪一個變數 或者哪一個常數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我們在這一個 C 下部裡頭 它有一個比較簡單的這個處理方法 也就是說正列的這個名稱 那它裡面提供一個這一個變數 叫做 length l-e-n-g-th 那所以你如果想知道 P 有幾個元素的時候 你使用這個 P Dark Lens 就可以得到這個 P 的這一個個數 所以這樣子的時候 你這裡的 P 即使它有任何的這個改變 那你這個地方永遠是 把整個 P 的這一個長度給射進去 所以你就可以不管這個 P 怎麼改 你這個 for loop 都可以處理那麼多的 這一個正列的這個元素內容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制 那現在比較先進的語言 也都提供了這樣的東西 那但是早期的語言的話 例如 C 語言 它就沒有這樣的東西 那現在這個 C 小 還有這個 Java 等等 就有這樣的一個方便 好 那接下來我再來看 這是我們的一個利用這個正列 加入這個計算 並且儲存中間內容的一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 假設我們到銀行存錢 那如果說是使用複利來計算這個利息的話 那麼當我們的年利率給定以後 那麼幾年以後 我們的本利盒會是多少 那這種東西 一般我們都是使用 Excel 在那邊計算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自己要寫一個 這一種計算的這一些程式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以使用這邊的一個方法來寫 好 例如說我們想知道 每一年的本利盒應該是多少 好 那我們一開始我們可以看到 首先我們會這個 prompt 這個使用者呢 輸入這一個你一共要考慮多少年 那因此我們就可以使用 integer32 然後把這個你的鍵盤輸入 Parse 成為這個 integer的Value 然後呢 我們把每一年的本利盒所形成的正列 設定為 M 那因此我們設定好 因為本利盒它通常都是有小數點的 所以我們就設定它是一個 double 然後一共有 N 個這個元素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設定這個正列 它是一個 double 的這個正列 那接著呢 我們就利用這個 for loop 然後設定這個 M 正列裡面的 這個每一個這個元素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就有一個 for loop 然後從第0年 然後一直到這個 N 減1年 那我們可以得到這個 他所計算的這個本利盒 好 那本利盒的計算 假如你能夠知道 他的這個利率是 P 的話 好 然後呢 第一年的這個本利盒呢 就是這個 1 加 P 的一次方 對不對 然後第二年呢 是 1 加 P 的平方 以此類推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就把第一年的 就是這個 I 加 1 對不對 然後把它放在 M 零裡面 好 那因此這個結果 就可以把這個第一年到第 N 年的 這個本利盒都通通算出來 分別存放在這個 Di 個 這個 M 的正列元素裡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使用一個 output 一個 for loop 的 output 或者把這個每一年的本利盒 都印出來 那我跟各位提到過 這裡的大瓜壺 0 跟大瓜壺 1 它分別代表的就是 你要用這個豆點後面的 第一個這個東西 去替換這個 0 大瓜壺 0 裡面的這個內容 然後要拿第二個內容 來替換這個大瓜壺 1 的內容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本利盒 好多年的 N 年的本利盒 每一年的這個結果 好 所以這個呢 各位同學可以這個嘗試一下 設定一個正列 那只要處理三個同學的成績 然後把他的這個回圈把成績算出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剛才這樣的一個做法 這裡的做法是 就是這個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設定它是這個五個這個元素 對不對 好 那可是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程式裡面 它是依照你所輸入的 N 值 決定這個 M 的變數的個數 OK 好 各位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正列 是要放在 heap space 的這個原因 因為這一個你在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並不知道 N 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這個計算機在跑的時候 它只好利用這個 heap space 的這個觀念 讓這一個你在跑這個程式 需要多少空間的時候 再去跟這個作業系統索取 然後產生這 N 個 element 的這個空間 OK 好 那這就是 Array 的這個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它的這個正列的這個大小 是可以在跑程式的時候才決定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動態 記憶空間配置的這種能力 在這個處理正列的時候 那麼 C 小 還有這個 Java 之類 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一些比較老的這個語言的話 那那個你就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在比較老的一些語言的話 那麼你這個 N 值 必須在這個你宣告的時候 它已經定好是哪一個常數 而且這個常數在整個程式碼裡面 是不能變動的 所以一些比較老的語言是這個樣子 那但是像 C 小 它使用 new 這一種做法的話 它就可以在這個程式執行的時候 再依照你的這個臨時的這個需求 來決定這個在 heap space 那邊 要放多少的空間給你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以參考的一個部分 那因此在這個地方 那一開始我們可能只處理三位同學 對不對 好 那接著你現在可以把它修改一下 變成是這個 run 的時候 才決定說你有多少的學生 再去這個把他們的成績輸入 再顯示出來 好 那這個是一維正列的觀念